咱一会儿要展示的北京信托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时间的跨度 就我太惊讶了 就是战友发我这个文件 我正愁着 只要起诉这个王岐山在海外的那些 长密的资产 咱没有合法的证据 老天爷就让他来了 大家要做个前期 就北京信托这是多大啊 就是当年的平安集团 北京信托 所有经过的股东 你查每一个去都是中国最牛的人 不是北京常委 就是中央常委 绝不可能是任何一个杂猫杂狗 像那什么潘石屹 想去参加北京信托 你知道当时北京的市长叫刘琦 是不是叫我贾庆林 你这可说句啥话吗 就你潘石屹 还想加入北京信托 你找死呢吗你啊 就像刘志华说我一样 就你想在奥运村开发 哪聊会儿去哪玩儿去 滚 一模一样 就你根本不配 这都是政治局常委玩了 轮到你了呀 王岐山进了北京 第一票就把北京信托 玩了又玩 玩了又玩 玩了好几轮 你发现王岐山是政治妓女 这个说法 鬼子六是有道理的 就他能把一个牌子能卖好几回 结果你发现所有的这个北京信托的股东都是北京市还有常委 这种就全玩了一圈 最后玩他自己手里去了 一万三千块钱人民币还不给 玩了几千亿不是人民币 是美金的担保 到今天都没爆雷 天下第一鬼子六真的服了又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